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最想知道的这门课背后的科学依据课程结构 另外第三部分就是着重讲解我们学习这门课的知识准备 阅读我们开课前让大家准备的三本必读书 打造我们行动力的知识体系 那接下来呢我花点时间做一下自我介绍 以及我的跨界经济之路 那其实在过去的长达五年时间里 我一直在一个看起来不那么接地气的行业 葡萄酒先关 那我的身份呢也一直在发生转变 从一名一线的基层销售人员到职业的葡萄酒品酒师 葡萄酒品酒师我花了三年时间 再到传统企业的运营人员创业者也花了两年的时间 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一直在不断地寻找自己的发力点 尝试转型 那我的这个转型呢就是在本行业内啊 就是做这个职能的转型 那16年底17年初呢 我做了这个行业五年 感觉遇到了一些瓶颈 我不想一直在传统行业里面待着 于是呢就下决心一定要换一个行业 那我的路子呢就是属于比较憨厚的那种 希望学习一些新的技能实现跨界之旅 于是呢就利用自己的业余时间 一头扎到学习里 用了不到八个月的时间啊 一路收获了四个硬技能 那其实这四个硬技能呢 是几乎所有的互联网人都想学到的技能 我以每两个月的速度强势入门 一个新技能的节奏前进 而且呢对于每一个技能也是持续的投入 最后呢都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那既提升了认知呢也增长了能力 能力的升级自然也会带来财富的增长 而且目前来看这几个技能 已经成为了我的底层技能 建立在这个基础上呢 你嫁接别的东西相对容易了很多 那个人能力也实践了一个非常大的突破 那这四个技能呢分别是演讲 写作英语和编程 而除了英语以外呢 其他三个技能几乎都是从零开始的 首先说说演讲吧 我基本上是用了两个月的时间 可以做到hold住我们在郑州本地的任何场合 那写作呢就是每周两边持续输出 大概是到四个月的时候出展爆款 被全网转发 英语呢其实也用了两个月的时间 超过过去十年的功力 那达到了在互联网的一个网络世界里面 可以阅读原版的书籍 原版的课程 然后以及听一些英文的原讲 那至于编程呢 从零开始学习写代码 之前其实一行代码都没有敲过 那两个月以后呢 和美国休斯顿的队友远程协作出来了一个网站 也是一个完整的作品 那这是这个编程的学习经历 让我后来有机会切入到新的科技领域当中 那后来八个月过后呢 在我投入经历比较多的新生大学的各个社群 开始以学霸组成 其实呢就是用一个个可以说话的作品和数据 很快速度就建立了自己的个人品牌 后来呢我又学会了如何开发运营知识产品 如何做用户增长 那后来在我们学习投资的课程当中 也学会了如何用财报判断一个企业是否值得投资 那今年年初呢又学习了区块链的智能合约 其实这是一个关于这个技术开发的部分 并且呢后来又持续输出带来经济效益的爆款销售文案 那这些技能的精进呢 让我有了更多选择的机会 一步一步离当初想转型的目标越来越近 那很多人听到第一反应就是 你在那么短的时间做那么多的事 尤其是那些需要长时间打磨的硬技能 你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 那么这个话题呢 我们会在接下来的几个课时为大家解答 但是在今天开音大奖 我想和大家聊一聊 我为什么会走上这一条路 为什么想要转型 为什么跨界跨那么大 那其实呢在20岁之前呢 我一直都很少思考这样一个问题 就是我到底想过什么样的人生 到底想成为什么样的人 那等到我认真去想这个问题的时候呢 发现我已经毕业五年多了 因为我真的不太清楚 自己到底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 职业规划和人生规划 其实都不是那么的清晰 尽管我自己都不太相信哈 但总结一下 发现这就是事实 那对于大部分的年轻人来说 不知道自己到底想要什么 不知道自己目标是什么 其实是一个成长的必经之路 因为真的是有很多人 到到了退休 都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不清楚自己的目标 那本来呢 找到每个阶段的清晰目标 就是一件难度非常高的事情 那很多人都觉得自己行动力低效 其实根本原因是因为 没有生活目标 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也不知道如何定位自己的目标 于是呢 只能每天下忙 用战术上的勤奋 掩盖我们战略上的懒惰 那我发现呢 我还是比较幸运的 在一步步的探索当中 总结出来了一个定位目标的方法 叫做偶像定位法 那这个定位目标的方法呢 就让我的行动聚焦 不至于过多的去浪费时间和精力 愁住不前啊 或者迷惑太久 那每当我有些迷惑 或者是缺乏行动力的时候 我都会重新梳理一遍 那具体的做法呢 就是依次找到现阶段 对你最有指引意义的三个榜样 那他们可以是你想成为的人 也可以是你的周边的朋友 当然了 他也可以是出现在电视网络当中的偶像 那这个方法的学习呢 是要说到三年前一个偶然的机会 我当时买了一个Kindle吧 就逛当当的网上书店 于是呢就看到了一本书 是古典老师的 你的生命有什么可能 那在看自我介绍的时候 我就两眼发亮 这不就是我想要找的一本书吗 于是呢就赶紧买来看 我花了三天的时间 逐字逐句的看完了这本书 那从这本书里面 我最重要的收获是 搞懂了什么是价值观 什么是对我最重要的事情 那记得里面提到了一个价值观呢 排序 就是说假如你不清楚自己的价值观 不清楚自己想要什么 什么对你自己是重要的 那最快的方法呢 就是找到三个自己喜欢的偶像 列出他们身上你喜欢的特质和共同点 然后对标你自己的目标 最后呢 我的偶像就锁定到了 龙应台 刘若英和潘佳佳 那龙应台是作家 刘若英是演员 他们都是公众人物 就不用多说了 那但是潘佳佳呢 是一名葡萄酒品酒师的准大师 那这个级别在品酒师里面 是相当高级的了 那再有一级就是大师级的人物 那是我偶像中唯一见过的活人 14年呢 在一个朋友的酒庄 听潘老师讲课认识的 那潘佳佳在夜景知名度不算是最高的 当然呢 他也不是圈子里面人人都知道的明星品酒师 但是他却是我接触了那么多品酒师以后 最让我喜欢的人 因为他被公认为是品酒师中最博学的那一个 那我跟大家讲讲哈 除了品酒师 他还有几个身份 第一个呢 就是创业者 贸易公司做的非常大 那第二个身份呢 就是广州市交响乐团的大提琴手 第三个身份 跆拳道黑带的运动员 练了十多年 而且获了很多奖 而且呢 他还是中法贸易往来的外交大使 巴黎大学经济学博士 现在呢 是法国波尔多大学 波尔多第二大学的研究生导师 而且呢 他在很多专业杂志上发表的文章 都是文风奇特 幽默深刻 你读他的文章 你就笑个不停 而且觉得 哎呀 这个人真的是太有意思了 那看他的人生 简直是开胯的人生 而且他年龄也是比我们大不了几岁 今年估计刚刚40岁左右吧 他的经历对我的参考价值是最大的 因为毕竟明星离我们是很远 你可以近距离看到的嘛 其他两位其实都是 那这就是我的三个偶像 我也按照要求列出了他们三个的共同点 第一呢 就是有N多身份 同时呢 在各个领域取得了傲人的成绩 第二呢 就是会讲三种以上的语言 博学 而且都出了书 第三呢 都有几个国家的教育文化背景 第四点呢 就是他们都在做一份自己喜欢的事业 他们所有的事情都非常的热爱 而且呢 在生活上 他们还有一个共同点 就是都是到了30岁以后 事业才开始慢慢有起色的 而且家庭是非常的和睦幸福 这一点呢 让我非常的以向往 那如果让我说 我选择啊 想过什么样的人生 那大概就是这样的人生 像他们一样丰富多彩 横跨很多领域 每一个领域都做到专业水准 那这就是我们现在经常听到的 拥有多为竞争 拥有多为竞争力的跨界高手 当然呢 我现在的榜样呢 发生了一些变化 因为人毕竟会成长的嘛 你的目标也在不断的修正 因为我们的认知在迭代嘛 这也是成长的必经之路 现在的三个偶像呢 一个是身边的朋友 第二个呢 就是中关村的低财女梁宁老师 我相信大家都听过他的课 产品 那个产品经理方法论 还有呢 就是网上的某个意见名秀 QOL 我觉得他们的生活 是我非常向往的 而且呢 我觉得他们离我非常近 就是说你通过几个人 通过一些方法 你都能见到本人的这些人 是真实的普通人的生活 那操作起来呢 也更容易实现一些 人呢 毕竟要立足现实嘛 你不要老想成为明星 那不是我们普通人的境界之路 有了这个生活愿景和目标以后 动力特别足 干劲可大了 明显啊 你努力一下 还是有很大啊 希望就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 而且你还能找到实用的方法 那基本上每天的动力满满 停不下来 你想要改变时 想要提升 所以你得给自己寻找 且确定一个生活的方向和目标 就是那哪怕它不那么清晰和具体呢 但也一样能够引领你去探索它 找到最后的答案 就是至于最后 你能否能不能成为 你想成为的那个人 过上想要的那种生活 那就取决于在一切都不确定的时候 你有多大决心 想要去改变吧 去身体力行的探索 而不只是停留在想象而已 那心里想的美是不值钱的 没有用的 你要为自己的心 那我的原则是呢 一旦找到了正确的路径 就立即行动 从找到目标到探索 行动转型 基本上是一气呵成的 我非常庆幸的是呢 就是我的探索 带动了自己的行动 而2015年的十一呢 我去广州找了潘嘉嘉老师 我们一起和从外地来的五位朋友 吃饭 品酒 聊天 并且参观了潘老师的酒窖 还有他自己办的葡萄酒学院 法餐厅 专营各种葡萄酒和烈酒的酒吧 我们后来聊了很多嘛 关于这个行业 关于他对自己事业和学业的规划 等等等等 我才知道一个人 可以这么丰富精彩 如果不是亲眼所见 我完全想象不到 那我觉得这才叫生活嘛 这才叫工作 一瞬间我两眼放光 同时呢 也感觉自己非常的low啊 需要提升的地方真的是很多 那见过潘老师以后呢 给了我两点启发 第一就算是大师 他私下里和我们一样 也是普通人 也是需要吃喝睡的 而出现在电视里和书上的人物 只要我们想见 就一定有办法见到 只要他不是很大的明星 那第二呢 就是你想要了解什么事 就尽可能的接近他 见识真的很重要 而且你想要过什么样的人生 就尽可能的接近拥有他的人 去见他 那作为一个品酒师 一个销售人员 很显然不能满足我了 我想要更多的成长 所以16年的下半年呢 就开始了我的线上学习之旅 加入了几个有价值的社群学习 开启了我的互联网学霸之路 那我也是从16年下半年开始写作 到处分享我学的东西 到2016年的11呢 我真正的想通了 不能把自己局限到一个小天地里面 也不能把自己的职业 局限到传统行业的线下零售里 我看了很多书 也密切的关注着互联网世界的发展 所以说呢 我觉得尽管不是互联网的早期 也应该尽可能的 往互联网方向发展 所以呢 当时一旦想明白后 我马上就开始行动了 我要为自己的转型 规划明确的方向 那么问题来了 我该转到哪里去 怎么样落地 需要多长时间 那这是一个大工程 这三个问题是核心问题 一旦解决就都好办了 那怎么办呢 我就去别的城市找有经验的人 通过在行去约行家 我真的是非常想 向有经验 而且看起来很厉害的人学习 其实呢 我本来是可以选择打电话 远程求助的咨询 但我还是买了 就是第二天的机票 然后去飞去了深圳 后来呢 又飞去了北京 那在咨询的过程中 我搞明白了几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第一呢 就是转型的本质 其实是技能的迁移 谁说非要从零开始呢 要善于利用自己的积累 第二点呢 就是你要多准备几个 拿得出手的真本领 你得有专业 那要专业到什么程度呢 就是得让跟你打过交道的人 都知道你不好惹 你得有这些硬技能 专业的让别人都无法忽略你 第三呢 就是我当时想要转战到互联网的世界 尤其是科举教育领域 而且我当时可能面临换城市 因为我在郑州是没有的嘛 但是我又不能够没完没了的准备 于是呢 我就给自己设定了一个时间的节点 就是给自己半年时间 行就行了 不行就撤退 也就死心了 你试过嘛 试过证明你自己不行也是OK的 那这样一圈下来 我就十分确信 假如我要进入一个新领域 新行业 我就必须突破自己的能力边界 于是呢 我就开启了我漫长的跨界技能精进之路 所以我从一名品酒师到运营人员 一共花了两年 从传统行业跨界到科技互联网 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 那在过去这一年多的增长 产生的效能超过之前的很多年 的总和还要多 那你说当时 就是有没有恐惧 害怕不害怕 没有结果 或者是你转型不成怎么办 那当然害怕了 但是呢 我还是要把自己 推到悬崖边上 先飞下去再说嘛 贝索斯就这样说 先飞下去 在飞下落的过程当中 寻找 接触自己的石头 其实呢 当你真正飞起来后 就发现根本就 就是脚下你并没有悬崖嘛 每一次脚下都是有路的 其实都是自己 下自己而已 那直到去年六月份 我去拜访新生大学的 发起人 笑来老师 我才意识到 就是我所掌握的一些技能 以及产品能力 以及在时间上 这不是已经达标了吗 我这不已经凑齐了 四个新的维度 可以召唤神龙了吗 到此 其实我就 横跨了两个领域 三个不同的工种 于是呢 就顺着形式 大胆的来到了北京 以我不好意思说的高龄 做一只北漂 那在这 在北京的这一年多 更是让我体会到了 多为精进力 给我带来的好处 一些资源 一些机会 我在这一年多 说到最多的咨询 和问题是什么呢 就是我怎么样 才可以和你一样 变得有行动力啊 学习力很强 我能不能跟你学写作呀 我能不能跟你学编程啊 能不能跟你学习 投资 学习区块链等等 反正呢 我成了大家眼中 学到做到的明月老师 但是不管学习什么 其实大家想要的改变 是生活上的改变 工作上的改变 是让自己赚钱更多 升职加薪 其实方法网上是一大堆的 根本就不缺方法论 但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就是你如何用行动去验证这些方法论 变成自己的成果 那其实你看大部分人的经历 是这样的 要么呢 要么呢就是半途而废 要么呢就是从入门到放弃 真正持续把一件事情做好 把一个技能学好 并且做出成果的非常少 往往是报了很多线上的课程和线下的课程 花了不少钱 但是一年下来总结 就发现呢 感觉什么都没有做 还有那个焦虑啊 真是让人心慌 那这大概就是很多人的成长现状 其实我也一直在思考 如何简单粗暴的解决 这些成长成长者的困境 尤其是终身学习者的困境 我看到的很多咨询问题 就像这两年当中 不同时期的自己一样 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嘛 就是我知道这个问题背后所隐藏的真实原因 可能并不是因为行动力的问题 但是答案呢并没有那么简单 它是一套行为系统模式 有很多复杂的因素 你比如说提升自己行动力的焦点 根本就不在速度上面 也不在快上面 而是找到自己的人生愿景 制定自己的目标 以及呢调整节奏 找到当下对我们贡献峰值最高的那个选项 环环相扣 才能把自己变成一个不熄火的发动机 有源源不断的热情 那么接下来呢 我就和大家解释一下 创作这门课的三个背景条件 首先呢就是背景学科 那我在过去的几年里 为了方便自己学习呢 积累了大量的认知心理学 脑科学 积极心理学 行为学的这个知识 这些学科的基本原理指导着我的行动 所以说这几门课 也是我们这门行动课的背景学科 我的呈现方式是这样的 我们把专有名词翻译成具体的案例和事实进行说明 因为呢其实理论本身并没有用啊 理论和具体的行动结合在一起 看看别人是怎么做到的才有价值 那其实我们行动起来真的不需要多么高深的道理呀 找到几个关键点 打破自己的思维认知和局限 你直接去做就好了 就会产生结果 那第二点呢就是行动验证 就我用了将近两年的时间探索总结 又用了一年多的时间深度行动 其实我是有发言权和一整套经过验证的行动策略 分享给大家的 所以呢我讲到自己身 讲到的自己和身边人的故事或者是案例 都是真实的 都是对大家有参考意义的 而且你只有 真的只有身边的人 只有你能看得到近距离的人 对自己的参考意义才是最大的 那第三呢就是数据调研 目前为止呢我已经收到了 近千份的课前调研了 那这些调研数据反馈 那给了我更加精准的解答逻辑 其中两个问题呢 最重要 就是第一个呢就是 请问你学了这门线山课 最想达到的目标是什么 那大家的答案大部分就是学了就用 提高行动力 非常的简单粗暴 另外一个问题呢就是在改变自己的过程中 有哪些障碍 大家提供的答案其实都挺相似的 但是也是各种各样 就是没有时间呢 没有方法呀 没自信呀等等 那这些回答让我能够更加精准的解答大家的困惑 所以我在这门课上会讲到的内容 也是大家啊 也是大家就是最想知道我们学完这门课以后会得到什么 那那这一部分啊是这样的 比如说啊我是如何学习的 我是如何拆解问题行动起来的啊 包括你应该抱着什么样的态度去行动 怎么样关注自己的行为 而不是情绪 如何纠正改变过程中的认知偏差 如何不拖延 变得更加自信 还有如何写作演讲 学英语的方法等等 如何深度学习 成为学习投资者 如何用开放的心态 看待成长 以及如何培养多位精进力 打造个人品牌 还有塑造软技能建立自己的思维体系 我觉得这门上完这门课 从从这个啊行从这个行动力啊 个人品牌思维体系 以及就是这个心理疏导变得更加自信 都能够学到简直是啊 简直是赚大了 所以说呢 我说这门课是全网啊 唯一的有一套完整的啊 行动体系的课程 那课程结构呢 以课程大纲的形式已经列出了 那课程内容呢 也能够翻 就是覆盖 OK 我们课程的第三部分呢 就是用阅读建立自己的知识体系 其实呢 我认为个人成长 它是学习能力 阅读积累 分析问题 以及解决问题的综合能力的表现 那 嗯 行动呢 其实只是战略层 战术层面 这些综合能力才是战略层 当然了 你说一个人的知识体系积累 是是是那个一朝一夕的吗 不是它肯定是需要长期积累的 但是在行提升行动力这件事情上 有没有比较垂直细分的知识体系呢 就是说我能不能通过短时间的积累一些啊 必要啊 必要的这个方法 能够能够达到我提升啊 行动力的一个目标呢 答案是有一定有 那只有四个字 就是经要主义 那经过我们啊 往期上千学员的验证和反馈呢 经要主义是提升学习和行动力的低性原理 啊 所谓低性原理呢 其实啊 它就是最底层的逻辑 是解决这个问题的核心方法论 那我用自己的成果一次一次的验证有效 而且我们的学员啊 学长姐也一次次的验证 非常有效 所以说呢 经要主义也是我这两年向周边人推出最多的一种生活和学习方式 那大家知道我一直是有阅读习惯的 而且读的书是啊 速度非常快很多 这一年呢 也看了很多不同种类的书 那好的坏的都有吧 呃 有精品的 有那些啊 一般的 那其实真正指导工作学习的书呢 的确有效的啊 真正发挥作用的 也就那么几本而已 所以说呢 我挑选出来的我们的课程 必读书就是改变我整个行为路径的三本书 啊 你一个人是如何在短时间内达到目标的 包括如何做选择 如何计划 如何行动 那这个知识体系呢 需要我们每个人自己建立 也就是说你需要自己读啊 书并不需要多读 而是要多用 所以说呢 在这堂课结束以后呢 我们有一个任务 就是读完这三本书 我们这个任务 我们这个任务是需要一周以内完成的 但是呢 据我们的观察 一般情况下 如果你把时间安排的很合理 一天就可以搞定 对 你没有听错 一天就可以读完这三本书 那接下来呢 我就和大家分享一下 如何用30分钟读完一本书 你不光能够啊 30分钟读完一本书 而且能够牺牲整本 吸收整本书的要点 快速建立自己的知识体系 那在后面的课程 我们会详细讲解 如何成为一个经验主义者 那这节课呢 我们主要就是分享一个读书方法 那这个方法呢 叫做30分钟急速阅读法 我们这个读书方法呢 使用了一个辅助工具 因为因为你根据往常的经验来说 你发现我们打开一本书 这个漫无目的的去读 你就会把一本书读个没完没了 合上打开一个月过去了 合上打开两个月过去了 所以说呢 有时候半年还读不完一本书 我们最害怕这种事情的发生 这个跟我们去实现一些 工作生活当中的小目标是一样的 因为你没有时间节点的限制 所以就没完没了 那这个工具呢 就是16个读书笔句 那这个电子档的笔记 已经发到了群里 要求大家打印好备用 包括还有一篇 插带老师的文章 以及很多篇 往期学长姐的阅读体验 大家可以去参考 那在这里 我想和大家讲解一下 急速阅读法的几个要点 第一个呢 就是说你带着问题去阅读 公立的找到自己想要的答案 因为在我们这个笔记上面 有一个区域专门是让你写 你想要 你是以什么样的这个读书目的 来读这本书的 带着自己的答案去读书 往往是最快的 那第二点呢 就是说啊 你要找到16个关键词 那这个词语 这个关键词可以是词语的 可以是一句话 也可以是一个段落 来进行就是 就是解释你自己 在这个书里面找到的答案 第三个呢 就是时间限制 我们这个急速阅读法 最好的一点呢 就是说你可以用最短的时间 也就是一本非虚构书 你用30分钟就可以搞定 但是我们第一次在读的时候 不要太在意时间 要更在意的是什么 是结果 你有没有用 你有没有用最快的速度 集中精力 什么也不想 只奔着你的问题 去在书里面去寻找答案 不要在意别的没有用的东西 那第四点呢 就是啊 就是你你你怎么样去证明 你自己读完了这本书呢 就是复述 这个结果非常好 非常容易验证 就是你能向其他人复述 你读到的这本书 在讲什么 这个内容要点是什么 如果能达到这一点 就证明你已经把这本书搞定了 那有的人说 我读了两个小时算不算 OK 没有问题 那我读两个小时 第一遍读两个小时是可以的 或者是你读的时间更久 也有可能嘛 但是呢 我们大部分人都会做到 一个小时都可以读完 你可以试一试 你一定要让自己有 那最后一点呢 就是说 我读完了这本书以后 是不是就万事大吉了呢 不对 那其实好书是可以 就是速读以后 再经读的 我们反复的实践 因为这本书毕竟是用来 是让大家用的 而不是读的 我们读书是为了建立这个行动过程当中的知识体系 你完了以后 你就去行动啊 你就去用上面 用上面提到的一些方法 如果不清楚的话 你再反过来 回去去看 那你这样在行动的过程遇到问题了 去找答案 去书里面找答案 这就是使用一本书最好的姿势 那从行为学上和生物学上来说 我们认知升级的原理是这样的 从一个具体的行动 你触发了以后产生一个结果 然后呢 你会得到一个反馈 就是你周围的人给你一个正反馈 或者负反馈 你做的好或者不好 然后就会触发你的认知的改变 诶 我这样做是可以 是可以得到这样的结果 那紧接着呢 你就会自己会总结完善 我下一次如何把这件事情做得更好 然后再有下一次的具体的行动 那在阅读上面也是一样的 你首先去用最快的速度 去第一次尝试急速阅读 然后呢 你发现 诶 我竟然可以在短时间内完成任务 哪怕是两个小时 都比我以前一个星期读完一本书 要快的多的多 接下来呢 你会感觉很神奇 还竟然也能这样读书吗 你会得到这样的一个反馈 所以你就会重新思考 如何学习阅读以及行动 接下来呢 你又进入了一个正循环 比如说我在读 我在解决下一个问题的时候 能不能用这种方法 在一本书里面去找到答案 去完成任务 去指导我自己的行动 那我刚刚也在 也在我们的这个PPT当中 放了一个 我们往期的 往期的这个学长姐 读的一个读书笔记 大家可以作为参考 当然了 我们的读书笔记非常多 它大概会长成这个样子 那所以说 在接下来的这两周 我会让各位参与其中 一边听课 一边探索 然后一边行动 而不只是做一个信息接受者 刷一边认知而已 那我们的这个助教小组 也会时刻紧盯着各位的进度 辅导大家的作业完成情况 那大家一定要清晰 你来学习的目的是什么 而不是不是为了行动而行动 而是为了我们的实际生活发生改变 而去学习去行动 所以说呢 在制作这门课的时候 我花了很长时间去研究人的行为模式 学习认知设计 以及思考高手做出成绩的路径是什么 才设计的这个作业 那这个作业的设计呢 是从用阅读建立认知开始 一步步探索自己的目标 发现自己的优势 设定目标 做出计划 付出行动 那从输入到输出 刚好呢 是一个认知到行动的闭环 其实学习一门技能如此 达成小目标也是如此 路径都是相通的 所以说呢 大家一定要认真完成六次作业 你在这个过程中会不知不觉的 发现行动的开关被触发 那我对大家的要求呢 就是放空你自己 认真的做一次探索者 这不仅是一次提升行动力 成为精销主义者的过程 还是一次思维训练的过程 你会发现 其实解决一个问题 重要的不是努力和做 而是认真探索如何解决问题 并且快速付出行动 那在完成作业的途中呢 我们的助教也会帮助你解决困惑或者问题 如果你有问题 随时找我们的三位助教进行解答 OK我们的课程内容就结束了 那我们的作业是用16个笔记法 去阅读这三本书 把我们的笔记发到群里面 然后呢 找到书中对你最重要的方法和概念 写一篇读书笔记发表在我们简书上 并且提交简书指定的作业专栏 那这个作业呢 是要求是在本周六之前提交的 我们的读书笔记 你可以是在周三之前完成 发到我们群里面 然后呢 大家进行交流 那我们的那个读书笔记 是在周六之前提交作业专栏的 OK那我们的课程结束了 接下来呢 我们会在微信群里面 用语音的语音和文字的形式进行答疑 如果你有疑惑的话 可以在微信群里面向我提问 那非常感谢各位来听课 也请大家积极的完成作业 在群里面进行分享 那我们下次课程见 感谢观看